接到报警后 我们立即述动前往救援 到达两名被困者身边后 发现其中一名被困者 处于昏迷和虚拖状态 我们立即对其进行了 简单的医疗救治 利用单架将其转运至三下 总共耗时四个半小时 在此我们呼吁广大的徒步爱好者 不要非法穿越 特别是在甘州地震频发的这段时间 一定要珍爱自己的生命 感谢观看